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我們的工作室 因為我覺得我們工作室裡面其實有蠻多的小玩具 還有一些鋼琴、電子琴等等 所以今天讓我來帶你們一起來看吧 首先是從我們平常拍youtube的這個背景開始 這個沙發其實是在我們家一進來就會看到的沙發 很多人以為是在一個小房間的一個角落 但其實它就是客廳沙發 然後如果要拍片的話我們再加等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用到的燈 通常拍攝的時候其實會用到兩個這個燈 但是後來覺得這個燈有一點會看起來有點油 所以我們後來又買了新的燈,是比較霧面的 而且比較大 對,就是要砸燈下去買 然後其實上面有非常多的大耳骨 如果有客人他們來的時候其實就有點快要坐不下 所以就把他們擠到下面去 然後像這個背景也是我們會定期的更換 如果說有時候有拿到什麼新玩具很漂亮 適合讓背景就會放過來 像這個是上禮拜買的一個蛋沙鈴 就是還蠻可愛的 所以也許有時候也會需要用到 我們就放在這裡 像這上面的大耳骨 有些是WiiWii的學生送他的 然後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 像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一個 我看網路上學的做一個IG的卡片 然後是這樣可以打開的 但是已經很久沒有在做這種手工卡片 像這個毛線的Santa Pauce也是之前做的禮物 但是最近就比較少手工的這種禮物 因為我覺得你好像也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就沒有在做了 還好可以當白色瓶 我當白色瓶這樣 這區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黑板 這個黑板是我們想要收集很多人的簽名 目前有志祺然後JRSLS 然後還有音樂治療師文綺 然後還有呂勝斐前輩 然後這個你們應該猜不到是誰畫的 這是我老師 魏勒芙 對這是魏勒芙老師上次來我們家 他說他要照可麗餅的臉去畫 這區就先這樣 然後我們在客廳我們轉這一面來看一下 這個架子上面就是有這個混音器 然後還有麥克風啊 然後還有一些mini鍵盤 又外出攜帶的時候還蠻方便的 然後還有像這個黑膠造型的時鐘 我不知道是被可麗餅玩壞 還是說是他本來就有一點不好使 好然後這個就是直笛嘛 大家國小都吹過了 這不是我這是你的對不對 這我的 你小時候有吹過嗎 有啊當然有啊 所以這是你小時候的 不是啊 後來買 就我買了一支直笛來玩 他就是買了很多的這種塑膠玩具 然後這個是長笛 塑膠長笛 但是我不太敢吹 這次是最乾淨的一支 真的嗎?因為最新是不是 因為他沒有竹片還是什麼的啊 他就是用水洗一洗就好 然後這個是玩具塑膠的樹笛 然後你會吹對不對 我會吹 你還不休一段 不要 好待會兒 好待會兒 然後這個就是玩具塑膠 等一下他就可以玩一下 欸浩浩你怎麼在這 我們就是買他的書來代讀一下 很多人來到這邊也會立刻看到他 然後這是我們的獎牌 應該說這是好和弦的獎牌 沒有的獎牌啊 我努力賺一個獎牌回來 那這區大概就是這樣囉 那下一區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客廳的電腦 這台iMac主要就是我們剪片用 比起我們之前是用15吋的Mac在剪 這台真的快很多 然後這下面是YAMAHA REFACE DX 這小鍵盤其實滿好用的 就是有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旋律或是 什麼想要彈一下 就直接在電腦前面可以彈 然後這個電腦的保護程式是成語 不管是成語還是一些奇怪的詞 好 深思不齊 這太簡單了吧 是有一個難一點的 這個怎麼念 禁物 是嗎 唉唷 錯 三戶 三戶 三戶是什麼 知道的人情 釋換背禮 釋換背禮 釋換就是 對 其實相信國文學測滿分的人 好然後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筆電專區 這一區呢其實就是有家裡所有的筆電 有Mac 15吋的 還有這個Mac Air 11吋 已經絕版了 是喔 然後這個插頭我覺得很好用 但是磁鐵吸上去 所以一扯掉的話就不會連電腦都扯下來 對比較安全 然後這就是一個超級迷你的電腦 就是有時候我們如果出去 lunch bar喝酒或是什麼 就是需要電腦的時候 就這一台就真的非常方便 只是要看影片的話小小 再來這一個呢 Thinkpad 就是一個Linux的電腦 對 後面那台也是 後面那台是最近的業配組送我們的 還有一個大螢幕啊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外接的螢幕用的 有時候如果一個電腦不夠 其實還有一台15吋的Mac 可是現在是借我妹 因為他也要剪片 然後你就覺得家裡好像不需要這麼多電腦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書 就是一些什麼音樂歷史啊 或者是樂禮啊等等的一些參考書籍 我們就也放在一旁邊這樣 所以這一區就是我們工作的區域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準備進去那個清房囉 這一間就是我們平常上課的琴房 然後因為裡面有非常多的琴 所以這間是完全禁止貓進來的 但是他很愛偷偷潛入 就是很喜歡在那邊跑來跑去 所以他之前有按到節奏機 然後我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就想說 什麼聲音 是哪一家在開party 因為就是don't start 這樣子 結果後來進來之後發現他很 就是無辜的在外面覺得很抱歉這樣 好那就先從我身後這些電鋼琴開始好了 這一台是Roland的數位鋼琴 他是88件 他就是有很多的音色 然後除了他內建的一些音色之外 還有就是可以從音源機這邊選擇 我們會外接 然後這一台就是很好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他上面呢 這台是Korg的自動伴奏琴 那這台的話其實我覺得蠻好 就是有時候比如說學生他們需要用到節拍器好了 那就是可以有不同曲風 然後幫忙打節奏 我覺得這個會比單獨的 單獨的節拍器很無聊 對就有各種風格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這一台呢 是YAMAHA的MOXF合成器 然後他這個就是61件的 就是在電腦下面 所以有時候編曲的話就直接這樣看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編曲的時候 可以調電腦上的混音器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launchpad 就是你如果按這邊它就會發出聲音 然後會亮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打鼓的 你按下去的話會有聲音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混音器 然後下面是最新的音源機 然後也可以帶到這個下面是比較舊的音源機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Wiwi之前在練的Bass 他現在怎麼乘風在角落 發生什麼事了 一直都在角落 你已經很久沒練囉 一陣子一陣子 會在練 大家可以點歌 想要看Wiwi談什麼的話 就叫檸檬選Cover 我就會練Bass 對 之前很多人就是會在IG或是Youtube留言 就問我說 欸為什麼你的鋼琴上面有螢幕 但是先說這個不是業配 這是我們的fine的智慧鋼琴 然後這台琴的優點就是說 它其實跟平台鋼琴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因為它在裡面它有一個Mac mini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這個鋼琴做任何 就是跟一般電腦可以做的事情一樣 只是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可以在上面看影片 然後你也不用反覆 因為下面的那個踏板 其實就可以直接幫你翻頁 因為它這台琴有MIDI介面 所以說其實我可以用其他琴來控制它 所以像我現在因為已經連結了 所以我可以從這裡按下去 然後它就會發作聲音 可是因為它有點延遲 所以我覺得我這邊就是有點好像 有點帶不動它的感覺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而且它也可以就是 你要直接播檔案也可以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我們的工作室開箱 那因為我們只有開箱 勤房跟客廳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臥室的部分就有點 還要整理有點麻煩 所以就先不考慮 這樣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可以再留言 臥室很髒 欸 都是檸檬卷的衣服 在地上 不要亂說 好那這部影片就這樣囉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會再拍更多內容給大家喔 我是檸檬卷 掰掰 講完了這一面嘛 我們來反過來看這邊 這邊的話呢 其實是 就是有很多web的卡片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照片等等 然後它之前想要把它貼起來 用黏塗貼之後 後來全部掉下來 因為太重了 下方的音樂 在地上 上方的音樂 在地上 那邊 在地上 在地上 然後 在地上 在地上 看看 在地上 下方 上方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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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